另外 因為本席長期研究羅部長 我知道您是一個被錯放在 一個很威權的反民主性格的人 被放在民主國家的法務部長位置上的人 我不接受委員這樣說我是反民主性格 好 我給你證據 好 你看看 羅委員 你放話帶風向 其實是差不多可以說叫我第一名 你看看 2013年以來 當國內發生重大的事件的時候 而且這些事件都是在台灣民主化過程當中 非常重要的民主化過程當中 有價值的事件的時候 你專門帶風向 第一個 2013年9月30 有沒有麥克風 2013年9月30 針對特徵組監聽國會 你受訪的時候 你竟然為審宣判 你帶什麼風向呢 你說特徵組應該沒有監聽國會的主觀意圖 這第一個 報告委員 那時候我還沒有上任 沒關係 所以啊 你的性格旗來有字嘛 所以我說你是錯誤性格的人 被放在錯誤的位置 來 2014年4月8號 針對檢警偵辦學運學生 你竟然說要依法處理 你又帶了一個風向 難道依法處理錯了嗎 沒有 就是錯了 委員是不要依法處理嗎 最後我們的法院的審判證明這是抵抗權的行使 你說不能因為是學生就有另一套法律標準 難道還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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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說的ですね 結果就打臉妳呀 沒有 依法處理法院 判決也是依法判決啊 這個運動成立了一個政黨 而人民支持他們都成為我們的立法委員 沒關係你在嘴硬好了 derni upside 你正確認好了 2014年 2014年 你主動在MG-149事件當中 說檢察官 inbox調查柯文哲 你又帶了一個風向 2014年10月 當選舉的時候 你在內部的會議裡面 罗织抹黑民进党 你说有政党动脑筋 想对检察官设陷阱 你又带了一个风向 2015年5月 当吕学章提出 庆祝抗战70周年要减刑的时候 你也带风向支持减刑 然后主动的要大家赶快去看看 怎样把负面效果降到最低 而今天这个事件 你带的风向是什么 你带的风向除了刚刚顾立雄委员 讲的那一句话你拿来用以外 你带的风向是 我们应该保护犯罪吗 人权不包括犯罪及伤害别人的权利 冷静下来你们就能就事论事 叫我们怎么冷静 你冷静得了 我们冷静不了 我们的国人 你知不知道肯雅 你知不知道肯雅的法律体系 它是一个判例国 他们是判例主义的 今天这个事情形成一个案例以后 以后相类似的事情在肯雅 是被当作判例 就照这样下去做的 当台湾人民将来到肯雅 落入肯雅的法律逻辑 他们法律系统的逻辑 可能被用这种判例 只要稍微被中国认为 有伤害到他们国家的犯罪行为 都可以被中国带走 这种时候你要我们冷静 叫我们不要包庇犯罪 我们不想要这种部长 报委员 我们不想要这种部长 好在 好在我们520就可以不必 再见到你在这个位置上 委员是反法治吗 你刚刚一直说我主张依法办理 是错的 一个反民主的部长 有什么质责 在这里批评我们是反法治 我们反的是什么 我们反的是把法律拿来 作为侵犯人权的工具 而不是把法治放在 民主的法治主义之下 你们是违法所制 我们是依法行政 对不起啦 那个部长 我的帽子不是帽子 我说的定论是提供了 这么多的证据 我要说整个政府 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软弱 软弱到不敢运用 任何舆论的压力 你不敢像当初千岛湖事件的时候 李总统骂土匪 你们不敢用这种语言 对中国表达最严重的抗议 你们不敢 你们也不敢 诉诸国际论 我们也不要用这种 好像激将滑的方法 我们是要办事情 是要解决问题 而不是在吵架 没有耶 我们要我们去跟大陆吵架 对事情有帮助吗 当然要吵架 而且人马上去吵 就到第一线去跟他吵 把他国际化 你知不知道 本席问了外交部 看一下这张统计 本席问了外交部 你看一下这张统计 这个事件的国际新闻媒体的报道 多么多么多么的少 多么多么的不被国际重视 你们连开一个国际记者会都没有 你们都不敢 你们完全不敢进入中国 你们不知道说 台湾人民的舆论应该让你们适度的表达给中国 这是你们给我的统计耶 你知道重要的主要国家的 主要国家的重要媒体对这件事情没有报道 委员希望世界各国对我们的炸击集团更注意吗 所以啊又来了 你已经为审仙判说他们是诈骗集团了 你刚刚还回答顾立行委员说 你完全没有资讯不知道内容 你现在又说他们是诈骗集团了 可以啊 就是你这个方向在办的案子啊 这就够了 我送你一个带风向女王的封号 请委员自己带回去 好 主席他可以这样吗 他可以现在走下去吗 这个时间已经到了 太嚣张了吧 太嚣张了吧 主席你要维持秩序啊 即使时间到了 好 罗部长 我都还没结束 你谴责他啊 我现在讲现在时间到了 这个罗部长刚刚有先下去是不对的 要等说时间到了才能下去 对嘛 就是一个烂权 一个反民主 完全不知民主为何物的带风向女王嘛 谢谢 好 接着我们请黄国昌委员 发言六分钟 谢谢